本週的金巨王 我直接頒獎給柯文哲 講了蠻精彩的 南部很慘啦 我不贏台灣會員蛋 然後再說蔡政府用特別預算 做假帳 不要說謊 對沒錯 那麼柯文哲事實上 一度曾經有民調衝過三十趴 但問題是使他的民調節節敗落 我跟你說跟民進黨都沒有關係 因為民進黨還沒開始打 他就自己自爆 砰砰砰 罵人家是狗 罵人家是太監 那vote right 結果就踩到這個 等於說這個臺式英文 去踩到了所謂的人權的問題 不過不像鬧了國際笑話了以後 趕快把他下架 緊接著來突然間一句話說 我不贏 我如果總統不贏 臺灣會完蛋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講這句話的原因說 他去哪裡高雄一個三十五歲的 年輕人說一個四萬塊 五千塊做出一個五千塊 所以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他如果不做總統 臺灣就完蛋 結果去用線水配打臉 為什麼 請問一下 你做八年兩年台北市長 台北市的這個年輕人 問你們門新質問 有幾個人每個月都超過四萬塊 十頂超過四萬塊以上 然後你如果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你自己租的房子 有幾個人能夠租到五千塊 以下的房子 你在喊民看得貴 不可能 為什麼 那我問你 你還有交通費 還有火石費 臺北的火石費 有沒有比高雄更貴 我問你 這個年輕人要怎麼辦 好 你說四萬塊 我問你 你的這個民眾黨自己 在這個等於說相關的這個求職的 相關的廣告上面 全部是三萬多 三萬多 三萬多 你為什麼不民眾黨四萬塊錢起跳 你不是要照顧年輕人嗎 為什麼都沒有四萬塊錢的 好 你說房子五千塊 你說很貴 那說房東也不讓人家領津貼 那很簡單 你的社宅最怪為什麼一個月 社會住宅一個月要最貴要四萬多塊錢 所以我們要看柯文哲 臺北的樣子是怎麼樣 鄉下要有鄉下樣 鄉下要有鄉下樣 你怎麼修理臺北人啊 他臺北的樣子就是四萬一個月 四萬塊一個月是最貴的 可是問題是 門票八千八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你瓜文哲親口開記者會 白紙黑字跟所有 你要參選台北市長嘛 你跟所有的人宣布嘛 你要跟你如果做台北市長 你要跟銀行借一千億 然後要蓋五萬戶 每一副社會住宅一個月 租金都是一萬塊 請問一下 這八年 你全部都跳票 所以你有什麼資格去講別人啊 另外如果年輕人過得都那麼辛苦 為什麼你那個演唱會門票 一張最貴要賣八千八 你為什麼賣那麼貴 你應該是免費才對 來還有精美紀念品給人家才對 不是最貴是全部都八千八 不是 問題是你為什麼要讓那些人 那些年輕人花這個錢嘛 你應該要讓所有的人認為說 這個支持阿伯阿伯 聽受難聽嗎 不是應該把人家的辛辛苦苦賺的錢給我們 來支持你的那個民眾黨嘛 那除此之外 他又精緻於是蔡政府用特別預算做假賬 各位很熟悉吧 蔡英文旁邊每個人都貪污 還聽過沒有 我說跟他旁邊這裡有 黃崇燕家都可以去找 我說這個 那是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掛他 為什麼 他說蔡英文旁邊每個都貪污啊 那如果被人家抓包了以後啊 你不能因為抓到幾個人 你就說全部都是嘛 然後如果被人家抓包以後 他怎麼說 我就這樣啦 不然怎麼辦 他就是這種耍賴的個性嘛 很簡單嘛 然後陳建仁罕見就強硬的還擊嘛 說政府從來沒有做假賬啊 那麼客運者一直說假話 無知啊 那客運者回想說 那是審計不公佈的啊 那你為什麼不打 審計不公佈的 真簡單 這裡有臺北市議員減蘇賠在這個地方嘛 客運者說他做負責的審柱 還了幾百億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還是挪用其他的錢 帝國倒菜都這樣 整個都弄弄的 表面上還了很多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做表面的東西 所以大家反對他 我們身為第一代的柯粉 也是第一代的柯黑 最有資格講 沒有我們就沒有客運者當選臺北市長啦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8月6號 民眾動物也舉辦他們的這個黨慶嘛 三年前 小英總統還告訴我們說 中央政府編列預算 達到22年以來的收支平衡 這是有史以來最有財政紀律的政府 政府公然說謊 他是要成立國家打詐隊 我看現在的中央政府才是真正最大的國家詐騙隊 這樣的台灣是你想要的嗎 不是 在政府將特別預算常態化 七年來這個特別預算的總金額已經超過兩兆 已經比別馬兩任政府的兩倍還要多 現在我們台灣的政府負債已經達到了五兆九千九百三十八億 大概就是將近六兆 平均每一個國民的負債是二十五點六萬 同樣的讓台灣再留子孫 這樣的台灣是你們要的嗎 去年在臺北市一千兩百個人來 今年號稱說已經有三千個人報名 那要拍賣一些東西 比如說兩頂一日北高的這個安全帽 騎腳踏車 還有這個自稱很夯的競選背心 跟原位的高腰酷皮帶 王世堅的腳踏車 王世堅的腳踏車不賣了 我跟你說 其實你知道嗎 包括那兩頂的這個一日北高的安全帽 其實台北市民 你都有分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自己要去騎腳踏車 去自己造勢 卻申請了相關台北市政府的補助 每次都申請補助嘛 所以他這東西 包括安全帽 你們都有分 都是台北市民的名指名高啊 現在拿來拍賣 然後作為他進行做 他要做總統的什麼 基金就對了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啊 所以柯文哲從來不反省自己 為什麼以前這麼多支持他力挺他的人 最後的人 大家都唾棄他嘛 很簡單嘛 還有 那除了柯文哲之外 國民黨這個很奇怪了 可能要問問中小平比較這個的 比如說比較專業一點 國民黨還怕自己民調不夠低嗎 郝友宜已經第27個民調是最後一名了 你知道嗎 27個啊 最近有人 郝友宜有一次民調增加3% 大家高興到4了 回到20% 20%你為什麼高興 30%不知道可以高興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前立委蔡正元爆料 說有一位 羅姓的這個資深媒體人說 有人花八百萬買網軍 說要替這個人說 其實就在影射民調低的候選人 這影射侯友宜 然後說跑到羅志強去攻擊 幹嘛 羅志強他很生氣 又說他攻擊到父母幹嘛去的 我告訴你 有沒有網軍 台灣有沒有網軍 有啊 網軍最多的人 他都號稱自己是義勇軍 都說別人是什麼1450都是側翼 然後他自己就是義勇軍 有沒有網軍 當然有 我被網軍攻擊最多的 我在告韓粉之前告了六個 全部起訴 全部後來跟我和解 跟我道歉的 都是科粉 很簡單嘛 那問題來了 有沒有人會花八百萬去買網軍 我告訴你 到目前在現在 我不能說沒有 但絕對不會是花八百萬去攻擊 羅志強他們 為什麼 要攻擊也不會攻擊到你嘛 很簡單嘛 所以有沒有網軍 有 而且事實上這些網軍有一個 規模的網軍下面有的人頭帳戶等等嘛 至於郭台銘參選 公司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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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東風吹戰鼓勞 現在開始誰打誰 郭台銘他有沒有算 他人美國回來沒算 他沒有辦法做人 都對著 vaan 這些人 所以在什麼時候 現在只是看在什麼時候 八月八號 回來台灣以後新書發表會 最有可能的是八月二十三號的 八二三金門砲戰 這是最有可能從那個地方發生 然後開炮 兩四洞聚炮直接開炮 第一場造勢挺郭會員會 八月九號會在屏東成立 那麼會不會在下個禮拜 算這個禮拜 會不會又有議長 國民黨議長跳出來要脫黨 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 我們來看看柯文哲 這個禮拜丟出了好多金具 為什麼要轉移焦點 轉移什麼焦點呢 北流的一點九億 北易的二十點三億 解舒培很認真 他說不止北流 不止北野易 現在他留下的爛攤子 又有一攤 是 沒錯 柯文哲就是用轉移焦點的方式 來對於他自己失分的部分 全部來轉移焦點 包含什麼 太監啊 有沒有他罵黃韻寧 太監這件事情 對他大傷 接下來北流一點 欠在一點九億 每個月八十萬利息的事情 說不清楚 還有北易二點三六億 不是二點三四億 大家都報二點三 三四 對不對 兩百萬 講完我們已經幫他付出去 總共二點三六億 已經掛在帳上了 這些事情 柯文哲都不想要面對 所以他就開始 站南北打前瞻 而剛好國民黨全部都配合 包含打什麼 他之前這個禮拜打的前鎮 前鎮的這個 這個漁港的預算 結果前鎮的預算 你知道所有的漁會 包含國民黨的條子 都出來講說這個預算八十一億 很重要啊 我們全部都很需要 三百億的這個 產值 當然要顧好 要把它做好啊 可是國民黨的小雞 有空打前瞻 打前瞻的前鎮 沒有空看到台北市的成功 成功市場的預算 成功市場的預算 我給大家報告 你知道有多少嗎 二零一六年 第一次編預算的時候 編五億 二零二一年 變成八點二九億 二零二三年 變成十一億 就漲了幾倍 漲了六十六趴 有多少嗎 很多 而且今天這個 審計部的報告 還指出來 柯文哲過去不是公文講說 好 他最認真啦 全台灣的政治人物 一最認真 只有一個人在七點半 在那層會翁翁翁翁 所有的東西都要來跟他報告 你知道審計報告丟出來說 這個成功市場 因為他是半地下化的 他下面兩層樓是停車場 上面地下一層樓加半樓是市場 所以市場改建之後 市場的出入口 停車場的出入口 跟停車場的出入口 居然打結 沒辦法出去 另外審計報告 還提出一件事情 說因為成功市場是原地改建 所以拐廂要拐幾次 你才拐兩次 他先從原來的市場 搬起中期市場 就等原來的市場蓋好之後 再從中期市場搬回來 所以這個事情 你就要完全溝通好 你才可以啟用 可是柯文哲 因為過去他說這個公共工程過去追加預算 都是土地廠商 所以他只要求兩件事情 供期不能增加 預算不能增加 他覺得 這也在批評追加預算 是 他覺得只要搞定這兩件事情 這邊追加了六十六趴 是 這邊追加了六十六趴 而且我要跟大家報告 他還會繼續追加下去 因為他的原物料的漲價 柯文哲 因為去年他還在的時候 廠商要跟他追加 他不要 讓廠商平擺在那邊停了一年 本來應該要做的 停的那一年 所以審計 審計部就要糾正 我們的決策不比貪污還可怕嗎 成功市場可能就會是第二個 為什麼 因為他是辦地下化的 所有全臺灣地下化的市場 幾乎全部都無法營運 沒有生意啦 沒有人問到地下室去買菜 沒錯 地下室是賣菜 還是停車而已 是 辦地下室是賣菜 賣菜 所以這個市場的改建 馬英九不敢改 好龍兵也不敢改 只有柯文哲 他就說他要改了 而且不管所有的人 所以我就說 如果前陣國民黨的小雞 覺得他有畢議案 應該要追 成功市場為什麼不去追追看